西班部地区地牛常常翻身 今天凌晨4点多 高雄甲仙又发生了两起余震 民众很担心 其实自从上个礼拜 甲仙6点4的大地震之后 包括了嘉义市还有台中 也陆续出现了规模4.5以上的地震 虽然气象局说这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不过按照地址学家的判断 台湾的地震频繁期已经回来了 中南部的民众早上应该都有感觉到 又发生地震了 今天凌晨4点14分 这样在高雄甲仙发生规模4.1的地震 地震深度17.4公里 屏东三级 甲仙两级 其实从3月4号甲仙大地震后到现在 一共发生了8次规模4.5以上的地震 其中除了3月4号甲仙规模最大6.4的地震外 随后在3月8号嘉义市也发生规模5.1的地震 而台中德基隔天9号也出现规模4.5的地震 6.0到6.9的地震 大概平均一年大概三次左右 我们的统计数字看得到的是去年有4次 今年到我们提到的3月4号才只有一次发生 自从高雄甲仙发生大地震后 西部地区就地震频传 有学者认为地震频繁是正常现象 因为甲仙地震一摇 震波力量经过破裂带 可能牵引出其他断层的能量 才不断的引发余震 921就不好了 921它就不放 平常就不释放能量 没有地震 没有小地震 那最后它就一个7.6的大地震来 所以它的破坏力就会很大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认为说 经常释放一些小地震的这种断层 我觉得它是比较OK的 921大地震后 台湾有10年期间都处于地震频进期 但最近地牛频频繁升 气象局地震侧报中心和学者都认为 地震频繁期回来了 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 记者沈小青 张国良台北报道